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才几个小时不见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 你是谁啊 我跑这么远 可不是来看你装傻的 我没装傻 有姜王正 好 我是许易 我们从蒋亚齐的餐厅里 两个人一起逃出来 想起来了没 这什么发型这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丑死了 我怕被人认出来 你名气这么大呀 对啊 就你不知道 不过你为什么要叫许易啊 我爱许阿姨 什么许阿姨 我叫许易 戈壁丹的鸽子小一撇的那个意子 哦 戈壁丹的鸽 对 这怎么写啊 你又忘了 一个横 一个弯钩 一点 你们这些明星都这么没文化 我骗你的 你还真相信啊 是不是你们长得帅的人 都特别傻 你再送我一句试试 你写的字可真难看 这是你的车吗 怎么了 我一个当后明星的 还不能有车吗 你别管了 上高速 那边是出城的方向 就是要出城 你要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让我消失三天就行了 那你找别人当司机吧 我可不伺候 你怎么这么没意思呢 难道你就不想去一个 谁都不认识你的地方 勉朝大海 抬头就能看到星星 有没有遇到你讨厌的人 又不用伪装你自己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等你老了 你躺在床上 你回想你这一辈子 发生过的事情 你就会想 天哪 我许阿姨这辈子 竟然连一天自由自带的日子 都没有过过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 答应下迷你呢 我真笨 我真蠢 真没法 怪不得我长得这么帅 原谅我的营养 都长在脸上了 干吗 把脸擦干净 我可不想和一个妖怪上路 你敢有了 真的吗 你在干吗 我在开车 好吧 去吧 哈 去吧 儿子 وس 给我 去吧 彼此 去吧 又跑哪儿去了吗 你好 有房间吗 稍等 不好意思 现在只剩下一间大床房了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什么味儿 油漆 可能房间刚装修 我要休息了 你可以走了 你说什么 你让我去哪儿 当然是回车上了 你难道还想跟我睡同一个房间啊 你刚刚不是说可以吗 我是说我睡床你睡车啊 夏蜜蜜蜜 你再耍我我就把你扔出去 我哪知道 你会不会对我意图不轨啊 我开了两百多公里 两百多公里 我真的很累 我只想休息 你要是那么怕我 你去这趟睡 走 雪阿姨 你干吗 雪阿姨 你干吗 雪阿姨 雪阿姨 你开门 好了 我相信你 找我们一人一半 你干吗 雪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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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雪阿姨 亚 什么药在哪里啊 哪一个 哪一个 起来 我要是死了 你就是杀凶手 你到底什么情况 我有哮喘 那你演出的时候犯病怎么办 演出前会吃药 一般不会的 天快要亮了吧 我想去看日出 不会吧 走 妈 海边的日出超美的 看会回来我陪你睡觉啊 妈 走 妈 你快点啊 你快点 孩儿都变了公交朋友们 你们好吗 我就是那船船就像你你 夏天的夏都没到你的你 为什么你们女的 看见还都这么兴奋 你还跟谁来个战啊 梁小夕 泡过的牛太多 我忘了 那你一定记得住我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泡不到我呀 那可不一定 那我们要打个赌好不好 谁先按上谁 谁就输 幼稚 你听过那个传说没 什么传说 传说一个女孩在海边 被另外一个男孩吻了的话 她就这么丢一把沙子扔到水里边 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真可惜 我现在就想许一个愿望 可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吻我呀 喂 夏秘密同学 你是在勾引我吗 没有啊 你看啊 你可是蒋雅希的男朋友 他那么 跟我走吧 和你父亲 家里的女朋友 可真好 这东西 明天 你哪里 要就是 你 你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你要干吗 你觉得呢 大刘 你去哪儿 你别去那儿 会着凉的 我相信你 我是一个男人 我都不相信我自己 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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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丢下我走了 不会 我不会丢下你 走吧 走吧 乖 再睡吧 你可以跟我说说话吗 好 徐阿姨 你可以抱着我 徐阿姨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把我从桃园的聚会里救出来 你也救了我 从看到你的第一眼气我就知道我们是同类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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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有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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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嗯 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啊 咪咪 有客人啊 咪咪 你来干嘛呀 哦 我在旁边约了人谈事 顺便来看看咪咪 咪咪 咪咪不在家呀 她不在呀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嗯 没 没 没什么事 要是她不在我先走了啊 姬姬 嗯 你下一个系列的插画 想画什么样子的 什么 赵 我有点急事 我先 我先打个电话 喂 赵老师 你知道明明去哪儿了吗 她经纪人说她今天放假 可是我打不通她电话呀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可是刚才她经纪人来家里找过她了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样 我给她经纪人打一个电话 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好 好 谢谢您 不好意思啊 要不画稿的事我们下次再聊吧 昨天我看过新闻了 昨天她在江晓星宴会上出现过 应该不会有事 明明很机灵 上次我们采访她们 在江晓星面前她一点亏都没吃 可是她很少关机啊 她顶多只是不接电话 这样吧 今天先到这儿我想去找找她 你准备去哪儿找 我不知道啊 张晓在江晓在餐厅打工 要不我陪你去看看 好的 那我们快走吧 好 杨夕姐 杨夕姐 我还是没找到她 你不是跟我说她一大早就过来了吗 我 我猜 你猜 你猜什么呀 一会儿跟我说她去医院了 一会儿跟我说她一大早来餐厅了 你这么维护她呀 你俩是不是也睡过了 不是啊 晓晓姐 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呀 误会 你当我瞎呀她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不是 她确实是回来过的 只不过 那个时候你睡着了 那你告诉我她大半夜去哪儿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不会去找呀 我要你干嘛使的 赶紧去呀 好 那我再去餐厅找一找吧 要死呀 杨夕姐 这边有人找你 小表妹 好久不见呀 听说你现在跟张耀 有交四期的 是 杨夕姐 我觉得你还是继续装作 不认识我比较好 小小姐 你好 我是咪咪的姐姐 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她现在在哪儿 多半是在别人床上的吧 不认识吧 蒋小姐 请注意你的言辞 你长得比你妹妹好看 皮肤也比你妹好 听说你是个画家呀 麻烦你帮帮忙 我就是想知道 她昨天晚上从餐厅走了 跟谁走了 去哪儿了 你妹妹是什么样的人 应该比我清楚 她跟男人睡够了 自然就回去了 你担心什么呀 姐姐 我们走了 等等 麻烦你回去转告夏咪咪 她抢谁的男人都可以 但是她要跟我抢男人 我一定不会让她好过的 你吓唬谁呢 就是吓唬你们这种人的 蒋蒋 你是不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骗子 谁是骗子 蒋娅姐 蒋娅姐 你干吗呢 我骗谁了 你放手 你放手 你要再敢碰她 我绝饶不了你 雅兮姐 雅兮姐 你冷静一点 狗仔天天在门口守着呢 你不能再出这种负面新闻了 真是够恩爱啊 让人看着好感动 我就不知道 死去的黎巴拉会怎么想 你回去转告你妹妹 要是真喜欢许易 她拿走就是了 我还不稀罕 小耳朵 你没事吧 她说的是谁 应该是许易 昨天晚上我值班 我刚才和夏敏敏一起走了 张经理还真是尽职尽责啊 你放心吧 许易不是坏人 咪咪跟她在一起 不会有事的 我要先打通电话我才能放心啊 找到许易就能找到咪咪 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 有消息马上告诉你 好 谢谢 你等一下 干吗 我送你 不用 好 那我先走了 姐姐拜拜 你走慢点 不敢劳烦张经理 夏耳朵 我们谈一谈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呢 你怎么又生气了 你离开她的餐厅好不好 好 老板现在立刻马上 对不起 现在不行 你就是离不开她是吗 你胡说什么呢 我是你女朋友 我想替你分担 想陪你渡过难关 想时刻陪在你身边 我希望是我不其他 你不懂吗 夏耳朵 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你牵扯进来 巴拉可以 张教也可以 只有我不可以是吗 你想说什么 张教育 张教育 或许 退回之前的距离 对彼此都好 我真的很累 你别闹了行不行 我没闹 就算分手 也不是你说的算的 我还没有打算放过你呢 放不放手 放不放手也不是你说的算 好 只要你跟我说 你真的不爱我了 我就放过你 你先问问你自己 你到底把我放在什么位置 你心里永远都有那么多负担 而我 永远是最后被看到的那一个 这是爱吗 有时需要转ق 房子 我要拿走了 你先走 小心你 别跑了 Росс有什么突然 コ business 没有要的 先生 您的卡全都不能用 请您在十二点以前退房 好好好 是是是 知道了 我不会跑 喂 小凡 往我卡里打点钱 这次千万不要再让雅西姐生气了 知道吗 好 知道了 这两天夏明明和你在一起吗 我跟谁在一起要向你报告吗 他现在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她偷了我的钱 我也正在找她 许一已经回来了 明明还没回来 我觉得得报警 不行 不行 千万不行 不能报 让让媒体知道了 对她影响特别不好 可是她已经失踪好几天了呀 最近她压力大得很 跟我说要出去散心 我没同意 我觉得以米米的性格 自己玩两天就回来了 没事没事啊 姐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抹茶蛋糕 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我给自己放我的假呀 你还知道回来呀 这是我家 我不会找回哪儿 你知道这是你家是不是 你干脆在外面别回来了你 好了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都回来了 回来就好 你也是够不听话的 到处乱跑 你这两天不许乱跑了啊 我在香港请了造型师回来 给你和雅希做新的造型 回头我来接你 听到没 谢谢 漢姐 还有啊 给你赵叔叔打个电话 他人在日本 听说你失踪了 急得不行了 好 我知道了 算了 别说他了 我走了啊 我可跟你说啊 这次公司可是花了大价钱 专门从美国找来了 麦当纳的编曲 A当给你做 林公司来了 是吗 欢家好 你好 丁公子 我倒想问问 你跟我们雅希谈恋爱 谈了这么久 什么时候准备带 她去香港见你爸妈呀 这得等公司给她放假 你最近都在内地吗 来回跑跑吧 因为 雅希看不到我 她会发脾气 你别在我老板面前 说我坏话 宽姐 您什么时候不忙 等你有空的时候 我请您吃顿饭 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那边的烤鸭 真的是一流的 我爸每次都B点 是吗 在哪儿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那个烤鸭 留着你自己慢慢吃吧 宽姐 来不及了 我们都赶紧走吧 是 反而是还有事 走吧 走 雅希啊 我今天再提醒你一句 你把你的小提起收敛收敛 下次如果再让记者 拍到你那些乱发脾气的画面 就没人给你收场了 知道吗 宽姐说她太对了 宽姐 那个包包我来帮你拿 我送你到车上去吧 姐 问你个事 你说 喜欢上一个人会是什么表现啊 你喜欢上谁了 没有 我就是想看看那个人 是不是喜欢我 这我也没什么经验啊 我帮不上你啊 那你希望我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吧 疼你 得了吧 又不是找保姆 那你要找什么样的呀 我要找个帅的 还有趣的 帅又不能当饭吃 我有钱我可以养他啊 你要是找个丑八卦今天在身边 你有钱也吃不下饭吧 你这什么奇奇怪怪的理论 等你真正爱上一个人 你就会明白了 来 走 我的宝贝 你还没有换好衣服啊 车在楼下等着呢 又要走了 她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广告 要拍都快迟到了 你让你加点心一个人去不就行了 她那么能 你们俩是个组合 她要是一个人能行的话 我找你干吗 明明 快去 你一个人在外面 按时休息别忘了吃饭 还有就是别太任性了 大家都不容易 快去 换衣服去 快 杨夕姐 你看 你的版面 他们可不可以不把我拍得这么丑啊 太难看了 快去 一家细姐 你这吃的是什么药啊 药可不能乱吃的 你给我看一下 维生素 我 您说你发烧了 好点没有 死不了 饿了吧 我给你买了粥 还有小药 你别管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心吧 在你没有成为我老婆之前 我是不会对你下毒手的 哼 哼什么 你是小树啊 你这么做 是不是因为你不够爱我 小朋友 你别玩火 就我 嚣死拉倒 算你狠 你知道我不会乱来的 是不是 一个人 在同一个问题上错两次 那是可耻的 我不会冒险 我也不会 让你痛苦 这就是你骗我的理由吗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有些事情瞒着你 是不想让你心烦 你记得吗 读书的时候 我在电影院门口卖东西 一个人来看电影 一个人哭 我坐在后面 一直看着你 但是 我喜欢看你 高高清醒的样子 我喜欢看你 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又无力地看着我 对我笑 你过得好 你过得好 过得幸福 我就觉得 人生是有意义的 赚钱 是有意义的 吃苦 受罪 都有意义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我不告诉你 不想让你知道 是因为 你是我的女人 我不想让你 受一点苦 我这么说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昨天跟我说的话 我都听进去了 我可以让你离开一阵子 给你时间考虑 不管是一个月 还是两个月 一年 两年 我都会等你 但你必须回到我身边 好吗 前二十几年 跟别人说的心里话 恰起来还没有今天多 难道 难道 你就一句都不回答我吗 朱 朱爸爸 我陪你休息了 快吃了 快吃快吃,快吃了 快吃 好好吃